我的口音也常常被糾正 薄皮 皮 大 大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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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難了 這 這咋整啊 排班人在北京過年 是種怎樣的體驗 今年是結婚後 第一次在北京過年 所以好多事對我來說 都特別新鮮 除夕前我們去了道鄉村 採買年貨 這邊是熟食區 有熟食和豆製品 粉腸是這個 粉腸是這個 那是蒜的嗎 豆腸 這個羊頭肉 看到了嗎 羊頭肉 這一區是糕點區 排隊的人還不少 看著店員整齊的 放入五顏六色的點心和蛋糕 很療癒耶 我記得還沒結婚的時候 老公過年去台灣 晚給我帶了超級重的兩大盒 印象超深刻 現在想想 也許這就是北京人 特有的年尾儀式感吧 除夕晚上我們一家人 一起準備年夜飯 這個是老公姊姊帶來的韭菜 待會包餃子用的 這也是我第一次看純碗 陣容真的很龐大耶 讓我特別驚訝的是 原來餃子不是跟晚餐一起吃 而是在半夜12點吃 實在太有趣了 北京人 那樣東西不出去吃嗎 餃子 炸涼麵 和那個 蒜羊肉 家裡有老兒的 原來都會 幹這些東西 煲得好醜 哎呀 然後瘋了頭 餃子不再包也好看 早在於個兒大 還能不破 我的口音也常常被糾正 薄皮 皮 大 大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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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難了 這 這砸整啊 啊 大年初一我們吃了烤鴨 我還解鎖了鴨皮沾堂的吃法 真的是開啟了新世界 這個酸奶香濃綿密也好好吃 讓我好想再加囤幾個 下午還去了龍潭湖公園 這是我第一次來逛北京的廟會 讓我震驚的是 看不到頭的排隊人潮 我們排了半個小時才進來 感覺是來廟會看人頭的 人們在看人頭的 我覺得廟會就像是大型的白天板夜市 還看到一個台灣攤位 好有親切感 三宥四毛巫 不說了 明年我不當遊客了 我也要來百一趟 在台灣考場 -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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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姨